今天是农历二月二十一日 我们读一首唐朝诗人张若须的《春江花月夜》 提起这首诗 大家会想起一句评语 孤篇盖全唐 很多人根据字面意思理解为 这首诗在唐诗中排名第一 也由此派生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有人支持 于是从各个角度来论证 这首诗为什么比其他唐诗好 也有人反对 于是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 很多唐诗都比这一首写得好 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句 孤篇盖全唐的评语 到底是什么意思 春江花月夜 唐张若须 春江潮水 连海平 海上明月 共潮生 艳艳随波千万里 何处春江 无月明 江流婉转 绕方殿 月照花林 皆四线 空里流霜 不觉飞 听上白沙 看不见 江天一色 无仙尘 角角空中 不月轮 江探何人 初见月 江月何年 初照人 人生代代 无穷已 江月年年 望相似 不知江月 带何人 但见长江 送流水 白云一片 续幽幽 清风普上 不生愁 谁家今夜 偏周子 何处相思 明月楼 可怜楼上 越徘徊 应照 离人 庄 静 台 御护 连终 卷 不去 到 依 针上 浮 还来 此时相望 不相闻 愿逐 月华 留赵 留赵军 红雁 常飞 光不渡 鱼龙 前月 水 成文 昨夜 闲谈 梦 落花 可怜 春半 不还家 江水 流春 去欲尽 江谈 落月 赴 西 霞 斜月 沉沉 藏海 雾 劫石 消香 无限路 不知 成月 几人归 落月 摇晴 满 江 树 诗歌 很长 总共 三十六句 这是迄今为止 我们这个节目 读到的最长的一首诗了 这首诗也为我们贡献了一些名句 比如 春江潮水 连海平 海上明月 共潮生 还比如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 望相似 也有的版本写的是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 只相似 春江 花 月 夜 当然 还有人 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 能构成非常美妙的意境 文字上没有特别需要说明的地方 我们去体会一下诗人营造的意境之美 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不逐句展开了 有一类作品是需要逐句去体会的 而有一类作品只需要整体去感受 如果分析的支离破碎 就容易破坏意境 春江花月夜 其实是一个岳府旧题 相传是南朝陈朝的末代皇帝 陈后主所作 但他的诗歌 没有流传下来 陈后主 是若干个所谓的 王国之君之一 时常被用来作为反面教材 再后来 另一个王国之君隋阳帝 也写过两首春江花月夜 客观地说 他这两首诗谈不上多好 但至少是不坏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的一首 木江平不动 春花满正开 流波江月去 潮水带兴来 很工整 也没有南朝诗歌的奇迷之气 张若虚留下的作品不多 全唐诗里总共收入了他两首作品 一首是我们今天读的春江花月夜 另一首叫 戴达归梦还 这首春江花月夜 在近代受到了很高的评价 最著名的两段评语 来自于王凯韵和文一多先生 王凯韵是清末的学者 他说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用西周格调 孤偏恒绝 敬为大家 礼贺 商隐 意其鲜润 宋词 原诗 尽其之流 宫体 这巨蓝夜 在这段话里 很多人只注意到 孤偏恒绝 敬为大家 这一句 其实 这里说的是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脱掉了宫体诗的旧习气 并且 对后来的诗歌创作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文一多先生 有一篇叫 宫体诗的自熟的文章 他在这篇文章里说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是诗中的诗 顶峰上的顶峰 这一句话 也被很多人用来证明 孤偏盖全唐 其实 如果我们仔细体会一下 就会发现 这两段评语 都是站在唐诗发展史 尤其是 出唐诗歌创作的角度来说的 而不是对唐诗进行排名 我们更不要产生误会 由此 认为这首诗超过了 其他所有的唐诗 这里反复说到宫体诗 那到底 什么是宫体诗呢 我们引用文先生的观点解释一下吧 他说 宫体诗就是宫廷的 或以宫廷为中心的宴情诗 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 所以严格地说 宫体诗就当指 以两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 即成后主 随阳帝 唐太宗 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宴情诗 这里的关键词是宴情诗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宫体诗会是什么风格 南朝宫体诗的奇迷之风 在唐初诗坛上仍然有影响 而张若虚的这首春江花月夜 却一改这种习气 有诗情 有画意 还有哲学思考 他写了相思 但又不是无病呻吟的那种 尤其是人生代代无穷意义 江月年年望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 但见长江送流水这几句 让诗歌一下子有了深度 面对佼佼明月和浩浩流水 诗人发出了感慨 个体生命的有限 宇宙时空的无限 人类的绵延不绝等等 都凝结在这几句诗里 关于张若虚的生平 我们知道的也不多 新旧唐书里都没有他专门的传记 我们只能从别人的传记 比如贺之章传里 找到一些关于他的记载 大致能知道 他和贺之章是同时代的人 唐玄宗开元初年还在世 有的时候想一想 我们真是很幸运 这么多有才华的作者 给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文学作品 他们中的有些人 有上半首诗 比如陆游 有的人也就留下来一两首诗 比如张若虚 能留下来的作品 一定是经过时间讨喜的 所以 不管作品的多与少 好作品 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